简单介绍一下刘萧萧博士 刘博士目前是刚刚结束牛津大学的博士后 那么刚回国 刘博士目前是从事 新能源电极材料领域方面的研究工作 包括锂纳离子电池电极材料 电池预纳化技术 预纳化技术 以及硫化物基 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研究 开发了与现有电池制备工艺相兼容的 正级材料容业化学 预纳化技术 有效提升了现有商业化电池的能量密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两项 并参与多项的国家单科基金重点研发项目 发表SI论文二十余篇 申请专利三项 刘博士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锂纳的电池玉里化技术 有请刘博士开始您的报告 好 首先谢谢张老师的介绍 然后也感谢华东中国石油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提供的这个平台 以及胡老师的邀请 然后今天下午听了前面三位老师的报告 我收获非常多 然后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方向 然后做的课题也都非常有意思有价值 今天下午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研究方向 是关于锂离子电池玉里化技术的一个课题 然后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锂离子电池玉里化 以及目前玉里化的研究进展 再就是目前有没有一些新型玉里化技术出现 最后就是进行一个总结展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 前面我们知道刘七老师还有李强老师 他们都做过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再大概看一下 然后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做玉里化这一块 这是一个锂离子电池的一个结构 就是在充电的时候 这个正极材料里面的锂会通过电解液 通过割膜 然后嵌入到负极 然后我们从更微观的层次看 当一个锂离子从正极材料层间脱出的时候 会有一个电子流失 然后过渡金属元素发生 氧化化原反应 然后这个脱出的锂离子会从正极材料里面 然后进入电解液里面 然后进入电解液的过程 这个溶剂会跟从正极材料里面脱出的锂离子结合 形成溶剂化的锂离子 然后这个溶剂化的锂离子在电厂内部 会通过电解液 然后通过隔膜 然后到负极侧 当这个溶剂化的锂离子到负极侧的时候 它首先会在负极表面聚集 然后发生负反应 然后通过一些添压剂的作用 会在负极表面形成一层非常致密的SEM 然后这层SEM是电子绝缘离子导电的 以此它可以避免负反应的进一步发生 然后这样溶剂化的锂离子就可以 锂离子就可以脱溶剂化 通过这个SEM模 然后进入负极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SEM的形成 消耗的主要是来自于正极材料里面的锂离子 然后正极材料里面的锂离子 又决定了一个电池的能量密度 因此SEM的形成 是降低了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 我们要做的玉璃化工作 就是采用一种额外的锂源 然后来补偿这一部分消耗的锂 然后从而可以进一步去提升 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 通过上面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一个锂离子电池中 在首次的充电过程中 它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离损失的问题的 然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利于我们构筑一些高能量密度电池体系 我们知道到2025年 我国是要实现一个单体电池能量密度 400瓦时每千克的一个目标 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就要开发一些新的高比容量的一些 电池材料体系 比如说高电压正级材料 就是前面 李琦老师说的 刘琦老师说的 以及一些复理 还有一些硅碳复级材料 决定一个电池能量密度的关键因素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工作电压 另一个是储存电荷量 我们既可以通过提升工作电压 去提升一个电池的能量密度 也可以通过提升材料的比容量 去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我们知道目前商业化的负极材料 主要为石墨负极材料 它的理论比容量只有374毫安时每克 相对来是比较低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我们就要采用硅基负极材料 是目前商业化石墨负极的10倍左右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但是我们知道硅基负极材料存在很多问题 阻碍了它进一步商业化发展 比如说它的体积膨胀问题 然后体积膨胀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解决方案去解决 比如说包覆一些纳米结构设计等等 但是硅基负极材料还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手册功能效率低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硅基负极材料 手册功能效率只有不到80% 有的甚至是更低 手册功能效率低会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全电池体系中 我们知道这个电化学活性力主要是来自于正极 如果负极材料手册功能效率低 这样就可以损失 导致很多电化学活性力的损失 不利于勾注高比能电池 因此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预理化技术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可以解决 你损失的一种技术 然后目前我们知道现在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种技术 第一个是电化学预理化技术 第二个是添加剂预理化 然后添加剂预理化又包含正极预理化还有负极预理化 再就是化学预理化 我们评价一个预理化技术 主要有以下八个参数 比如说你这个技术的或是这个材料的理化效率 是否可以规模化制备 然后是否提供完理离子之后有副产物 成本怎么样 工业兼容性怎么样 安全性是不是产气 这个材料是不是稳定 主要有这八个参数去评价这个技术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预理化目前的一些研究进展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负极侧离补偿 就是我们把这个具有离补偿功能的添加剂 或者是这个技术 对负极材料进行预理化研究 首先第一个就是研究的比较多的电话学习理化 电话学习理化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其实跟我们组装电池是很像的 只不过这个可能没有封装 然后就是极片电极液格膜金属锂当做对电极 也就是锂源 然后通过外电路给它加一个loading 一个负载 然后通过控制这个放电的电位 或者是放电的电压 然后来控制这个预理化程度 然后这种方法呢 它的优点就是离补偿效率非常高 然后我们可以可控的控制这个预理化的一个程度 从而构筑这个全电池去匹配这个正负极的容量配比 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 就是它的操作环境要求非常苛刻 因为一定要在多性气氛下进行 再就是我们知道 你这个电池加完电极液 加完隔膜 加完技术理之后 你要用这个电极片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进行二次组装 这样的话成本就非常高 以此这种方法主要局限于实验室内部使用 对于产业化是有 目前不适合产业化推广 然后第二种复极离不成的方法 就是在复极极片表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金属锂粉 或者是金属锂箔 然后通过柔土肉滚压 然后活化这个金属锂 当添加电极液的时候 这个金属锂会跟这个电极反应 然后这个提供额外的一些锂 就是形成SEM模 这样就可以提升电极片的一个扩轮效率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金属锂化学反应活性非常高 再就是这个制备成本也偏高 以此它跟现在的电池制备工艺兼容性不是很好 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然后第三种复极离不成的方法 就是我们知道崔毅老师科理组他们开发的 含锂负极材料 比如说直接拿硅纳米颗粒跟金属锂反应 会得到一些锂硅合金 或者是氧化里包覆的一些锂硅合金 以及一些其他的理系理者等等这类材料 然后这类材料跟金属锂就有相似的一些问题 它的化学反应活性比较高 无法适应现在用水溶液作为溶剂制备负极的体系 以此也是非常 以此也是很难去产业化应用这个技术 然后以上就是关于负极离不成的一些介绍 然后下面是一些正级离不成的介绍 然后正级离不成主要是在正级这一侧 添加一些额外的理员 来补偿这个负极的一些理损失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类的离不成添加剂 是分解反应的添加剂 然后主要有氧化锂 过氧化锂 氮化锂 硫化锂 硫化锂等等 然后这类材料它是添加在正级极片里面的 然后当充电的时候 这类材料会发生分解反应 提供锂离子 但是在提供锂离子的同时 这类材料也会产生一些气体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电池 如果产气的话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因此这类材料缺点就是 它有一些气体产物 有一些气体产生 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再就是另一个缺点 我们知道氧化锂跟贵氧化锂 它的分解电位非常高 比如说到4.2V或者4.5V的时候 才可以完全分解 然后这样的话对于一些体系就不大适用了 因为在高低暗的时候 我们知道电解会发生分解 然后电池的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类材料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们供理容量比较高 然后它们可以直接添加 当作添加剂使用 就是正常的云浆 涂电击片 都是跟现在的 这个制备工艺兼容性是非常好的 既然这类材料有一定的优点 就是有没有一种办法 把这类材料用起来 就是当时我们实验室的 苏宇明老师 他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这类材料是分解反应 就是能不能把它加个金属元素 让它的化学反应发生变化 就是从分解反应转变为转化反应 对这就是孙老师提出了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前面 李强老师 李强老师主要做氧化物负集材料 然后这类材料比容量非常高 因此这类材料 如果用在正级天涯剂那一侧的话 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的 它可以提供非常多的锂鼻子 而且它这个工作电位 我们知道它在三幅以下 主要是在三幅以下 因此我们在全电池里面用的时候 这个正级工作电压一般都是3到4.5V 或者是3到4.25V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次牺牲反应 没有额外的一些 多余的一些反应 因此这类材料是非常 就是跟现在这个电池制备工艺 兼容性是非常好的 有应用前景的一类材料 这类材料包括很多 比如说氧化锂跟金属弹制 硫化锂跟金属弹制 还有氟化锂跟金属弹制 这类材料 然后我们对玉璃化技术做一个小结 就是目前现在的玉璃化主要有正级玉璃化 还有负级玉璃化 然后正级玉璃化可能跟电池制备工艺兼容性比较好 但是可能也会存在一点问题 比如说可能会残留一些副产物或者产器 然后负级玉璃化 补理效率比较高 但是材料化学反应活性高 不稳定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然后电化学玉璃化 它这个补理效果好 但是操作条件苛刻 费时费力成本高 不利于产业化 因此每种玉璃化技术都有它的优缺点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 给大家介绍一些新型的玉璃化技术 也是我们做过的一些技术 做过的一些课题 上面讲到的玉璃化都是 我们制备了一些天涯剂材料 或是电话玉璃化 因此它是具有普世性的 我们思考 针对具体的一些电池体系 比如说磷酸铁锂的正极材料 骨酸铃锂的正极材料 还有三元正极材料 对于这种具体的体系 有没有专门针对他们的一些玉璃化方法 可不可以 我们把额外的锂离子 直接添加到这个晶体结构里面 或者是添加到这个材料外面 然后从而让它具有离补偿功能的一类正极材料 我们就是基于这个设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类材料的一个晶体结构 我们知道这个磷酸铁锂是 OLEO精型的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铁在这里是二甲 是亚铁 我们知道如果当额外的锂离子 想要嵌入这个晶体里面的时候 根据这个电中性 电荷电中性原理 这个亚铁离子是要进一步被还原 生成一亚铁或者是单日铁的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在磷酸铁里面发生的 因此磷酸铁里是不适合额外的再嵌入一些锂离子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具有离补偿功能的正极材料 然后骨酸铁跟NCM三元正极材料 这两类材料都是层状正极材料 但是骨酸铁正析材料里面只有一个过渡基础元素 就是骨 然后骨在这里面是三架 当一个额外的铁进去的时候 它这个三架可能会转变成二架 也有可能会转变成零架 这个要根据后面的实验结果 以及一些理论 然后去验证 然后NCM三元它里面有三类金属元素 然后还有镊骨蒙 然后当你嵌进去的时候 它这个镊骨蒙肯定是其中有一类元素 化合价是要改变的 因此基于以上这个设想 我们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电化学义立化 去验证一下 看看这三类材料 到底能不能继续额外的嵌铁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首圈的放电曲线 对于磷酸铁铁当我们放电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生额外铁嵌入的 然后这个放电平台对应的是一个 铝箔的一个跟铁发生合金化的一个反应 骨酸铁当嵌铁的时候 它在1.2伏以上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放电平台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骨酸铁是可以跟金属铁反应 然后会生成新像存在的 对于三元正极材料 如果当我们额外嵌铁的时候 它这个反应鸡铁跟骨酸铁是有区别的 它是有两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应平台 然后这些平台对应的是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基于以上设想 我们是可以对骨酸铁以及NCM三元正极材料 进行一个额外的嵌铁 然后直接制备具有离不偿功能的正极材料 我们知道这个电化学玉理化 是很难规模化或者是商业化发展的 所以我们采用了一种化学玉理化方法 采用一种耐理溶液或是联本理溶液 直接跟骨酸铁或是NCM反应 生成了具有离不偿功能的一些正极材料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解决的基础科学问题 主要有两个 就是我们思考 这个额外的锂粒子去了哪里 再就是这个正极材料结构 是否发生了变化 意思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 但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表证测试去求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CM三元正极材料 我们以联65蒙0.2 古0.15这个材料为例 这是一个元素碳密度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NCM三元正极材料里面 这个蒙的价态是4价 古的价态是3价 涅的价态是混合价 有3价跟2价念 当一个额外的锂粒子嵌入到这个正极材料里面的时候 根据这个电荷电中性原理 肯定是有一个元素要发生还原反应 根据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 由三件涅到二价念需要的能量是最小的 因此是涅元素最容易发生还原 因此当锂嵌入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个材料里面得到更多的二价念 我们知道三元正义材料它有一个理念混排的问题 因此当这个材料里面二价念增多的时候 它这个理念混排也会增多的 因此这是我们以上的两点猜想 下面我们主要针对这两点猜想进行一些结构表证测试 首先我们是做了一个XPS 不同深度克时的一个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克时深度的不断增加 然后锂的含量是逐步降低的 然后这也 我们知道由于一个化学反应 一般的反应都是从表面到里面进行的 因此这符合常规的一些猜想 就是是表面梯度负理的一个材料 然后我们对镍元素进行一个高分辨分析 我们发现从表面到这个结构内部 它这个二价念跟三价念的比例也是逐步降低的 也就是意味着 一往表面它二价的镍是偏多的 这跟我们的猜想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通过XPS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表面复理 然后二价念也增多的一个正极材料 我们也采用了一个X射线静边吸收谱 去表证这个元素的一些化合价变化 通过这个吸收谱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镍的元素是发生了一个降低 然后对于猛跟鼓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这也跟我们的猜想是相符的 同时也印证了XPS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TM标准 就是我们在前面也讲到 这个NCM里面存在理念混排 这是原始的NCM正极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明显的层状结果 而且观察不到理念混排 但是当我们预嵌理之后 随着二价念的增多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镍到了这个层间 也就是发生了一个理念混排 我们知道对于NCM3正极材料 除了表面变化我们也对它体像结构进行了一个表证 这个是XRD一些精修图 我们当时做实验的时候是 制备了不同理化程度的正极材料 然后我们发现随着理化程度的提升 也就是随着二价念不断的提升 这个理念混排它的程度也是逐步提升的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材料的晶体结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知道XRD对理的检测是不敏感的 没法测出理的位置 因此我们结合中子演射去做了一些检测 我们发现一样的在中子演射里面 我们也是发现这个玉璃化之后 这个材料它理念混排是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跟XRD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一些星象的形成 所以我们猜测这个理额外的这个理可能的 可能去的位置就是一些缺陷处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转化反应 但是生成的物质可能是一些偏向于无定型的一些材料 然后这个是中子演示的一些结果 下面就是对这个原始材料以及玉璃化之后 这个正义材料进行了一些电滑学表证测试 我们知道我们不希望这个玉璃化之后 正义材料的电滑学能降低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首圈的充方电曲线 相比于原始的涅65正极材料 玉璃化之后的涅65正极材料 它的充电容量是有所提升的 然后这部分额外的容量是可以补偿负极的离损失 进而提升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 然后玉璃化对高涅三元正极材料 循环稳定性是没有任何负作用的 同时对于倍率性能也没有任何负作用 因此这个玉璃化技术是比较适合产业化推广的 我们跟武汉的中原电子研究院还有722研究所合作 把我们这个材料然后组装成一些软包电池 进行一些测试 然后我们正极采用的是 载量是15毫克每平方厘米 负极是采用了一类硅石墨混合负极 载量是6毫克每平方厘米 组装成软包全电池测试 这个是循环还有能量密度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当离补偿之后 它的容量是提升的 也就是说额外的容量可以补偿负极 归石墨负极表面的SEM形成的离损失 从而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 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们知道对于全电池 或是对于这些玉璃化来说 如果你这个技术或是你这个材料是产气的 那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性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软包电池循环前和循环后 拍了一个照 看了一下 然后不管是原始的 这个全电池体系 还是玉璃化之后的全电池体系 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产气的问题 因此它是比较适合 往这个大规模方向去发展的 我们对本章做一个小节 就是在这个体系中 我们针对高液三原正极材料 归石墨负极体系 提出了一种具有离补偿功能的正极材料 通过一种溶液化学反应 在NCM表面构筑了一层负理的 T度负理的表面层 而且同时我们也调节 或者是改变了体相结构的理念混排 提升了这个晶体结构的稳定性 从而也可以提升一定的循环性能 以上就是NCM体系的一些实验数据 下面就是骨酸锂体系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骨酸锂跟NCM 虽然都是层状结构 但是还有的元素是不一样的 当骨酸锂进行放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化学反应过程 它是有表基里的 从骨酸锂逐步的转变成 氧化锂跟单质骨的一个复合材料 然后我们知道 氧化锂跟单质骨在充电的时候 它会发生转化反应 生成氧化酸骨 然后提供锂离子 然后这类材料就可以当做一个 离补偿材料 这是一个电化学反应过程 然后我们同样的采用一个化学反应过程 在骨酸锂颗粒表面 通过一个溶液化学法 构筑了一层 具有离补偿功能的保护层 然后这个是TM TM施液图 我们下面这个图是预理化之后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表面 生成了一层只有10纳米左右的 具有离补偿功能的复理层 然后这个复理层在充电的时候 它可以发生转化反应 生成氨氧化酸骨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氨氧化酸骨的 嵌里电位是比较低的 一般都是在3V以下 但是我们骨酸锂 一般全电池充放电 电压范围是3到4.25V 或者3到4.3V 因此后续的骨酸锂是不发生反应的 它可以包覆在骨酸锂正极材料表面 保护这个材料提升它的循环稳定性 或者是这个高电压循环稳定性 下面是我们组装的一些全电池 我们是采用商业级别的一个正极材料载量 以及采用氧化硅石墨负极 去组装了这个全电池体系 这个红色的是玉里化之后的全电池 黑色的是原始的 可以看到玉里化之后 这个全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所提升 因此 我们在这做一个小节 就是通过在骨酸锂表面 构筑一层具有离补偿功能的氧化锂单质骨 负里层 这层负里层在充电的时候 可以提供锂离子到负极材料表面 去补偿这个SEM模形成消耗的锂 从而进一步可以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以上就是我们做的两个工作 然后最后对玉里化技术做一个展望 最近这几年 随着归基附级的推广及应用 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 开始关注玉里化技术 最近发表的文章数量 以及专利的数量都是逐年递增的 我们也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 然后老师们的努力 肯定会有更多新型玉里化技术 或是新型材料出现 然后共同推进这一方面的发展 其实玉里化技术就相当于是 把电池的一个短板给补齐了 然后从而可以去进一步提升 电池的能量密度 最后感谢基金委 还有博后基金 以及其他一些单位 对我们工作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最后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扫描微信 然后讨论 谢谢 好 感谢刘博士精彩的报告 可以看得出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 玉里化的技术 那么通过对于电池材料一个进表面 进表层的一个结构的修饰 对于咱们各种类型的这种锂电的这个电池材料性能有个非常大的提升 那么在场的各位老师同学 有没有一些想跟刘博士探讨的问题 刘博士 我会讲 刘博士 你好 你好 很精彩的报告 然后我一直在听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对这块 因为偏工业化的东西 我们都比较感兴趣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知道 就是你之前一直提到 比如说我们以骨酸锂为例 你是说进一步 相当于我给它 一般是骨酸锂先充电 相当于你先放点 然后来进行这个预理化 那你之前也提到 就是说我实际生产过程中 可能会加一些 比如说锂的 就是你实际的过程中 你觉得还是不能用这种电化锂方式处理 得用一些化学锂的方法处理 但是这一般化学锂的方法 它都比较危险 就是怎么平衡这个 就我就是我一来听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点 是怎么去balance这个东西 对感谢胡老师提问 您这个问题对很重要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电化学锂化 这个确实是只能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一些实施 然后在工业化里面的话 它是很难进行的 因为这个成本很高 我们想的是有没有一种方法 也不一定是化学预理化的方法 就是我们想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在这个骨酸锂材料表面 或者是骨酸锂晶体结构里面去额外的添加一些锂 然后这一部分额外添加的锂呢 然后去补偿这个负极的锂损失 可以通过化学预理化 因为化学预理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它反应非常快 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个骨酸锂表面 锂表面 构筑一层很薄的 具有离补偿功能的这个负粒层 然后其实可能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直接通过固项反应法 在骨酸锂材料表面去烧结一层 然后含有这个氧化锂单质骨 或者是其他就比容量比较高的 含锂氧化物金属材料 去直接固项反应来生成这样一个层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没有尝试那种方法 就是目前只是从那个 由于化学法可能比这个电化学法 更简单一些 对于这个操作条件 或者是制备条件这一块 确认是由于化学反应的话 也是需要在多性气氛下进行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溶剂 耐理世纪以及联本理世纪 它的化学反应活性也是比较高的 这也是一个难点 这也是需要就是我们考虑怎么去解决 或者怎么去优化的一个方向 胡老师 好的 非常感谢刘老师 谢谢您 好 刘博士 我也有一个问题 张老师您说 刘博士 他是通过一个杂源字的一个掺杂 然后去改变它的解构的稳定性 提高它的稳定性 那么您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复理层的生成 那么您的这样一种 预理化的手段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骨酸理材料 尤其是高电压下这种大容量的稳定性 影响怎么样 谢谢张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对刘卿老师 他那个是通过掺杂提升这个高电压 骨酸理循环稳定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影响一个电池材料性能的因素 有很多 一方面是自身晶体结构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正极材料在充电的时候 特别是在高电压状态下 它材料表面会有一些副反应发生 这个副反应呢 可能会进一步引起材料结构相变 或者是这个就电解不停的消耗 然后这个循环稳定性降低 其实这个影响 对就是可能这个掺杂以及这个表面包覆都很重要 然后基于我们的结果呢 我们只是对这个骨酸理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改性 然后在表面生成了一层 具有离不长功能的一个材料 然后这类材料在充电结束之后 它表面会生成一个 尖晶石像的四氧化三骨 我们知道四氧化三骨 它尖晶石像它是很稳定的 因此呢 它可以减少一些副反应的发生 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相对来说 它也是可以提升 就相对于原始的骨酸理循环材料 这个包覆了四氧化三骨的 正极材料 它循环稳定性是可以提升的 掺杂它也是可以提升循环稳定性的 就是不同的技术路线 可能有不同的优点吧 好 谢谢李博士 还有一个来自扣向学术平台的问题 请问正极预理化能完全补偿负极消耗的锂吗 谢谢 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商业化的石墨腹极 它的库仑效率有90%以上 然后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骨酸理正极 它的首次库仑效率可以到95% 因此我们只需要补充非常少的一点锂 然后就可以补偿负极的锂损失 所以说这个 在正极里面添加一点点的 这个天涯剂含量 比如说2%左右 因为这个可能是要基于正负极容量配比 到时候去设计的 然后去2%就可以完全补偿负极的锂损失 当然只是针对于现在的石墨腹极 如果以后发展到这个硅碳 它那个库仑效率更低 比如说可能只有不到90% 那样我们需要补理的量就比较多 如果补理量多的话 我们可能添加的天涯剂含量就要增多 然后 但是这是没问题的 当我们增加这个天涯剂含量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就是它这个添加量 会不会引起电池能量密度降低 或是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副反应 等等等等 需要很多实验结果 或是很多 很多影响因素 要去考虑一下 然后要去综合一下 感谢观看